這是我到台北工作時所發生的故事 從花蓮要到台北工作時 我在網路上看到一間很便宜的房子 我當下沒想什麼 就想說只要有地方住就好了 到了露燭的那天 我一打開房間的門 就感覺身體非常不舒服 雖然只有那一下子 不過我也只是想說 嗯 應該是要感冒了吧 反正屋主也沒說什麼 我就這樣住進了裡面 時間來到晚上 正準備要洗澡的我 一腳踏進浴室的門口時 突然有個人推了我一下 害我整個人跌了一腳 腳還被裂掉的磁裝割傷 血流的滿地都是 詭異的是當時現場完全沒有人 雖然心裡有點毛毛的 但我自認倒楣也沒想太多 在包紮好傷口後 我自認倒楣也沒想太多 突然間我聽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我整個人被嚇醒 在心裡一直狂罵髒話 這裡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了啊 難道是幻聽嗎 我告訴自己什麼都不要想 睡覺快點睡覺 我就這樣閉著眼 一直聽那小孩玩耍的聲音 過沒多久 變成一個女人的聲音 是用稀稀疏疏的聲音 後來我真的被搞到受不了 就睜開眼睛想看清楚 到底是什麼東西 當我起身往窗戶一看時 我看到一個黑色的影子飄了過去 看到當下 我腦子瞬間變得一片空白 就在這時 房門還突然被敲了三下 嚇得我罵出超大聲的髒話 然後那個黑色影子 又再次從窗戶出現 但這次 它不動了 更詭異的是 房門還被慢慢的打開 這讓我害怕的趕緊把電燈打開 不過看到的 也只是被打開的房門而已 之後我根本睡不著覺 就這樣一直玩著手機 玩到天亮 到了早上的時候 我心裡只有一個念頭 就是換房子 在我收拾東西的時候 看到一個很特別的小櫃子 當下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就直接打開了那個櫃子 我看到一個女人 跟一個小孩的照片 嚇到我馬上關起來 後來我租了另外一間房子 在離開後才知道 原來當時我住的那地方 根本就沒有鄰居 那是發生在泰國的事 因為跟女友分手 加上自己要寫研究生的論文 心情很煩悶 我一個人跑到泰國旅行 到了曼谷之後 我想到有個認識的泰國人 我們是在天津一家 泰國用品商店認識的 那時有家的微信 所以我跟她說我來泰國了 她說歡迎我去她家鄉華心玩 我看了下地圖發現 華心離曼谷不遠 於是第二天就去找她了 她帶我吃了那邊的海鮮 吃完後我請客 然後我買了很多水果 像是蠻果、榴槤什麼的 她媽媽正好在一家飯店上班 我就去住她媽媽打工的飯店 那間飯店人非常少 可能一層樓只有我一個人 我在來回出路的時候 沒看過其他顧客 因為我買了很多水果 發現自己吃不完 就順手把水果放在 門口的一座神的牌位上 我不知道這家老闆 供奉的是什麼 因為水果真的太多了 我也沒想太多 就直接把水果放到上面了 然後拜了三拜 我只是請求 我的父母能夠健康 到了晚上七點多的時候 我一個人一邊看著電腦螢幕 一邊吃著水果 就在這時候 我的餘光注意到 門口那裡站著一個人 本來我以為是清潔人員 想要進來打掃衛生 所以這時 我腦子裡第一個反應是想翻譯出來 然後告訴她 我這裡不需要打掃 我這裡不需要打掃 可是當我整個臉 朝向她的時候 然後我才發現 她沒有腳 而且 因為渾身是白 眼睛像是貓 眼睛像是貓 臉色還發青 這讓我意識到 原來她是鬼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阿飄 我擔心我可能要死了 我卻能知道她的意思 不過 她還是沒有動 一直漂在那裡 而且我還感覺 這個房子 好像快被火燒起來了 空間開始變得扭曲 之後 她就突然消失不見了 那天晚上 我沒睡覺 第二天 我就去買了洗髮精 跟沐浴乳 放在她飯店門口的排位上 打招衍 冇粉 冇粉 雙肌 塩 鐺 雙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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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